前往一处民宅踩上水泥柱 一个剑步翻过大门 警方全副武装破门攻坚 见到便宜警察 父母好紧张 就怕儿子被逮捕 还想挡住远警去路 知道自己逃不了了 趴在地上五体投地 他就是郭姓主贤 还要和小弟同住在一起 今晚功臣完全不知情人 罪证确凿当场被逮捕 警方兵分多路 除了到桃园茶器外 也到台中苗栗搜索 原来这些嫌犯全都是诈骗集团成员 甚至将想脱离集团的被害人 囚禁殴打 额头上肘了一个大包 还有淤血就连眼角都有伤口 被囚禁了一个月才被释放 警方调查被害人 透过朋友加入虚拟货币集团 原本以为找到好工作 竟然是加入诈骗集团 因为不想再骗人了 向郭姓主贤说要退出 没想到却被囚禁殴打 甚至还强迫当车手 又被强邀到当铺借款 给其他成员花用 只有价值利用完了 才被释放急忙到警局报案 强邀进去期间 被人运托离群 掌控 集团成员等 是贵邀和我党 并将被人强邀制当户借款 原来30岁的郭姓主贤 是竹联邦信唐成员 和其他共犯诈骗的15人 一共1500多万元 章款也都上缴给黑帮 这回警方一共逮捕6人 不过幕后藏劲人到底是谁 还要持续追 最后怕有其他人也受害 TVS 王静伦 苏佩宇 台北采访报导 TVBS 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